穿成娘道文女主 老公炸死 给我留下一老一少 以及一屁股的债务 原主真善美 一个人扛起所有 辛苦拉扯儿子长大 还要照顾中风的婆婆 最后因操劳过度 患上心衰竭 被白眼狼儿子拔掉氧气管而死 可我不是原主 直接拨通了火葬场的电话 婆婆从昏迷中醒来 开口就问她 儿子拖回老家土葬了没 我拍了拍手里的骨灰盒 妈不用这么麻烦 火葬场打折 人我已经火化了 你 殡仪馆 沈世贤静静地躺在那里 她身上盖着白布 只有一张惨白的脸露在外面 毫无生气 我站在一旁 看着趴在她身上 哭天枪地的婆婆和儿子 只觉得无语 我的儿啊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没有你可叫我怎么活呀 婆婆张翠花哭喊着 胆打雷不下雨 硬是挤不出几滴眼泪 老爸 你给我起来 我要的限量版奥特曼 你还没给我买呢 五岁的儿子沈金堡 也跟着嚎啕大哭 小肉拳一下一下 捶打着沈世贤胸口 我垂下眼眸 掩盖住眼底的嘲讽 伸手握住沈世贤冰冷的手 老公 你怎么这么傻 我哽咽着 温热的泪水 滴落在沈世贤冰冷的手背上 眼泪是真的 但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一丝想笑的冲动 我轻轻巴撒着沈世贤的手腕 看似悲伤 实则是在探查她的脉搏 没有 一点跳动都没有 我又将手指探到她的鼻息下 没有呼吸 我心里暗暗称奇 这沈世贤演戏还挺逼真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药 竟然真的跟死人一模一样 我不动声色的收回手 脑海中浮现出 镇良道文里的狗血情节 原主林颜父母早逝 留给她一大笔遗产 与穷小子沈世贤结婚后 以福为天的 她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给沈世贤投资创业 后来 沈世贤这个凤凰男因好高骛远 导致公司破产 于是 她联合自己的初恋情人 也就是她公司里的秘书 卷走了公司仅剩的资金 最后假装自杀 留下一老一少 以及一屁股的债务给原主 原主真善美 一个人扛起所有 辛苦拉车顽劣的儿子考上大学 还要照顾中风的婆婆 不管被他们如何欺负压榨 始终甘之如疑 结果 她辛苦养大的儿子 竟然是沈世贤和初恋生的 而她自己的女儿 在出生时 就被重男轻女的婆婆偷偷换走 至今下落不明 原主凭借惊人的毅力 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把公司做大做强 然而 多年的操劳 让她积劳成疾 患上了严重的新衰 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时候 白眼狼儿子为了霸占她的财产 竟然拔掉了她的氧气管 而死而复生的丈夫 则抱着她的初恋 和奇迹般站起来的婆婆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还说了一句 让她死不瞑目的话 一路走好 想到这里 我浑身的血液都在疯狂叫嚣 渣渣们 准备好接受我的暴击了吗 二 妈 别哭了 你眼睛本就不好 哭瞎了又得去医院 我轻轻拍了拍张翠花的肩膀 语气轻柔 却暗藏锋芒 张翠花猛地抬起头 指着我的鼻子 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能不哭吗 你个桑文星 渴死了 你爸妈还不够 现在连我的宝贝儿子都被你渴死了 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怨毒 仿佛我要将我生吞活泼 原文里 林妍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 将所有的错过揽在自己身上 遭受张翠花长达二十年的破 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一旁的沈金宝赶紧躲到张翠花身后 探出小脑袋 警惕地看着我 老妈 你别客死我呀 我还小 我捂着胸口 故作一脸痛心 妈 金宝 既然你们怕我客死你们 那我现在就走 以后都离你们远远的 张翠花一愣 没想到我会不按常理出牌 紧接着 一屁股摊坐在地上 尖厉凄惨的哭号声 响彻整个殡仪馆大堂 引得工作人员纷纷侧目 完了 你看你找个什么婆娘啊 你人还躺在这 他就要披下我们祖孙不管 我们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沈金宝跑来拽住我 哼 我不准你走 不然谁给我当保姆 当马骑 我喜极而泣 蹲下身 一把将这个小肥仔抱在怀里 金宝 你不怕妈妈咳死你了吗 我 我 沈金宝支支吾吾 坐着强烈的思想斗争 我认真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金宝 你没我这匹马 还有你奶那匹老马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知道吗 沈金宝瞥了张翠花一眼 略带嫌弃地点了点头 张翠花见我连儿子都不要了 彻底慌了神 蹭了一下从地上爬起来 立马变了一封面孔 小言啊 刚才是妈太难过了 口无遮拦 你不要往心里去哈 话音刚落 一群凶神恶煞的壮汉走了过来 为首的花臂男嚼着冰榔 瞅了眼躺在板子上的沈世贤 从身后掏出一根半米长的钢棍 对着他的右腿比划了一下 然后重重挥下 咔嚓一声 我听到了 骨头碎裂的声音 而沈世贤躺在那儿依旧纹丝不动 张翠花尖叫着飞扑过去 哭喊道 啊 我儿的腿呀 这怕不是要蛇了吧 哟 还真死了 花臂男颠着手里的钢棍 歪头扫尸着我们 你们就是沈世贤的家属 他欠下的钱 只有你们来还了 张翠花一听是来讨债的 狠狠抽叶着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妈 妈你怎么了 你别吓唬我呀 我惊慌失措的大喊 用大拇指狂按张翠花的人种 张翠花身子颤了一下 双眼仍旧紧闭 呵 还挺能装 我继续加大力度 这老东西 人中都被我按出血来 还是不肯醒来 十分钟过去了 其中一个讨债的刀疤男 终于看不下去了 喂 我说实在不行 你打个120吧 是哦 瞧我这脑子 谢谢您的提醒哈 救护车呼啸而来 将张翠花抬上担架 我微眯起双眼 看见她眼角滑过一滴热泪 袖子里紧握的双拳终于松了 百山笑为先 身为媳妇的我 自然也跟着上了救护车 老东西 想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我 门都没有 三 送完老的 我又把小的送进幼儿园 然后重新回到殡仪馆 拨通了火葬场的电话 出了双倍价钱 插队 很快 沈世贤就被拖进了火葬场 做戏做全套 死亡证明张翠花和沈世贤早就开好了 如今倒是帮了我的大忙 我直接从包里掏出来递给工作人员 她检查无误后 按动了传送带按钮 我冷眼看着沈世贤被推进火化炉 警客间被火蛇吞噬 轻声说了句 一路走好 两个小时后 工作人员抱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走了出来 女士 请节哀 我接过骨灰盒的那一瞬 心不由一颤 我居然看见了沈世贤 不 准确来说 我是看见她的鬼魂了 她焦黑的魂魄散发着半透明的雾气 之前被打断的右腿在空中打摆 死婆娘 为什么要火化我 她双眼赤红怒视着我 老子这下真的被你害死了 你知道吗 穿梭这种离奇事件都能被我遇见 看见鬼魂也不足为奇 我假装没看见她 淡定的和工作人员到了声谢 转身就走 林一言 你给我站住 她怒气冲冲的飘过来 想要掐住我的喉咙 手却只能从我的身体穿过 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我还惊异的发现骨灰在哪 她的灵魂就在哪 如此 倒是更好玩了 我勾起唇角 抱着她的骨灰弹 打车去了医院 病床上的张翠花已经醒了 正艰难的想要坐起来 却怎么也动不了 我连忙放下骨灰弹 上前扶她 妈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医生说 您这是伤心过度引起的小中风 需要静养 张翠花一把抓住我的手 浑浊的眼中满是焦急 媳妇 老家的亲戚来了不 是嫌的遗体 接回去了吗 张翠花给我说过 他们老家心土葬 讲究人死后要落叶归根 入土为安 原住中原主被讨债的人 纠缠得分身乏术 老家一来人 二话不说 就将沈世贤拖走了 就此拉开了他的娘道之路 妈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抱起一旁的骨灰盒 拍了拍 火葬场打折 人 我已经火化了 病房里有一瞬间的寂静 张翠花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沈世贤 你的宝贝儿子 已经火化了 张翠花哪里还装得下去 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 气得两三发颤 你的天杀的东西 我不是说要送回老家土葬吗 你把我的话大耳旁风了 你为什么要火化 为什么 你陪我儿子 陪我儿子 他骂着骂着 变成了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号 啊 我杀了你 杀了你这贱人 沈世贤飞扑过来 对着我一顿拳打脚皮 却徒劳无功 我耐心宽慰他 妈 火葬土葬不都一样吗 人死如灯灭 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难道 我微微一顿 捂着嘴巾叉道 难道世贤他没有死啊 张翠花瞳孔剧烈一颤 沈世贤的手也僵在了空中 我垂下眼瞼 叹息道 哎 怎么可能活着呢 毕竟我是拿着你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 对人还不给烧呢 你 你 你 张翠花指着我 你了半天 眼白一翻 身子直直的倒了下去 沈世贤下意识的飘过去街 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妈的身体 穿过他的手 重重摔倒在地 妈 医生 快来救我妈呀 我冷冷扯了下唇角 这么在乎你妈 就把老婆不当人呗 死 张翠花这下真的中风了 医生一脸凝重的跟我说 林女士 您婆婆这病必须得住院治疗 而且费用不低 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看着手里的医疗账单 眼泪 不住的一出眼眶 医生 我们家破产了 我老公又刚走 披下我们孤儿寡母 还有这一堆债务 我是真的没钱治病了 医生叹了口气 团团转 林年 我告诉你 我妈必须得治 她有好多私房钱 就藏在她的床垫下 你赶紧给我回家去拿 听见没 哎哟 老东西还有私房钱啊 你还真是个好人哦 这钱 是我的了 我胡乱抹着脸上的眼泪 医生 不管怎样 我婆婆的病还是要治的 沈世贤松了口气 死婆娘 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继续说 开点便宜的药 我们回家自己治 不行 不能回去 沈世贤飘在我身边 气得浑身发抖 我妈要是真有个好歹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哈 你现在不就是个鬼吗 五 开钥匙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我接通电话 是幼儿园老师打来的 喂 是金宝妈妈吗 金宝在幼儿园和同学起了点冲突 您看您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 什么冲突 金宝她 掀了女同学的裙子 你还家长很生气 正在幼儿园里闹 您看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家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欠收拾 挂断电话 我背着骨灰弹拦了亮低视 往幼儿园赶去 沈世贤自然也跟着飘了过来 还没走到办公室 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女孩家长抱着自己孩子牺牲哄着 一看见我 两眼喷火 我说你怎么教育儿子的 小小年纪就学会耍流氓 金宝 道歉 我吝声喝道 金宝站在墙边 非但没有半点惧怕之意 反而一脸挑衅的朝我吐口水 我走过去 单手拎起金宝后颈处的衣服 像拎小鸡仔子一样 拎到女孩家长面前 我再说一遍 道歉 金宝翻了个白眼 小嘴嘟囔道 不就是掀了下裙子吗 我把裤子给他脱一下 不就扯平了吗 你 女孩家长怒视着我俩 气得脸色发青 对不起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和你女儿一个交代 我环顾四周 在花坛边上找到一根拇指粗的藤条 一把折断 抓住金宝 啪 这一声狠狠抽在他肉乎乎的顶上 金宝顿时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拼命挣扎起来 你干什么 你敢打我 我要告诉我奶 让他打死你 你奶 你奶现在都自身难保 还敢嘴硬 今天不把你打服 我就不是你妈 呜呜呜 你这坏女人 你才不是我妈 是哦 我确实不是你妈 下手又狠了几分 林妍 你给我住手 我儿子掀他裙子 是看得起他 平时在我面前装的温柔小意 我一死你就原形毕露了是吧 沈世贤冲着我疯狂咆哮 生怕我打坏了他的宝贝儿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 原主把这小肥仔当祖宗伺候着 平时受不得多说一句重话 更别说动手打他了 我可不是原主 对付这样的熊孩子 主打一个棍棒教育 呜呜呜 好疼啊 妈妈 你别打了 我再也不敢了 金宝被打得哇哇大哭 鼻涕眼泪呼了一脸 女孩家长和老师看金宝被打得这么惨 也有些于心不忍 连忙上前劝阻 算了算了 孩子还小 打坏了就不好了 是啊 金宝也说他知道错了 我停下手 冷眼看着金宝 算 今天的是能算吗 今天不让他认识到错误 明天他就会犯更大的错 长大还得了 金宝被我凌厉的眼神吓得瑟瑟发抖 抽气着开口 对不起 美美 我错了 我不甘写你裙子 我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藤条扔到一旁 记住今天的教训 以后再犯 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 六 我带着金宝回到家 一进门就瘫倒在沙发上 别墅虽然被查封了 但还没被拍卖出去 暂时还能住 气呼呼地看着我 我挑着没问他 饿了 金宝点了点头 你尊贵的王子殿下要吃炸鸡汉堡 我坐起身来 捏了捏他的小胖腮 笑咪你倒 王子想得挺美 吃屁去吧 金宝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对他 举起小若拳想打我 对我一个眼刀下缩回去 躺在地上就开始撒破打滚 这下又给沈世贤心疼坏了 指着我骂道 没听见我儿子要吃炸鸡汉堡吗 他正长身体呢 赶紧给我儿子买去 我懒得理 这俩大小巅工 走进卧室 打开手机 一口气点了三份外卖 一份麻辣小龙虾 一份香辣烤鱼 还有一份泡椒牛蛙 备注 变态辣 哼 还算你有点良心 没真恶坏我儿子 沈世贤的声音悠悠地在我耳边响起 我笑了笑 开始拆开外卖 沈世贤飘到餐桌前 看了眼我点的外卖 气得张口结舌 你不知道儿子不能吃辣吗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啊 我就是故意的 你又能怎样 金宝闻着香辟颠辟颠跑过来 发现没有自己的炸鸡汉堡 扯着嗓子就大哭起来 等他哭够了 沈世贤骂够了 我也吃完了 金宝啊 不是妈妈舍不得给你买 医生说你超重了 要减肥 你实在饿的话 垃圾桶还有昨天到的白粥 你捡出来吃了吧 金宝一听 哭得更凶了 还有力气哭啊 看来还是不饿 我站起身 摸了摸金宝的小脑袋 金宝 当妈妈把垃圾收拾下 我先去洗澡了 气 我穿着浴袍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从浴室走出来 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 卧室的衣柜门大开着 里面所有的衣服都被剪成碎片 破不条一样散落在地上 化妆台上的化妆品全都被打碎了 各种颜色的粉末 液体混杂在一起 一片狼藉 更让我爆炸的是 床上竟然有一滩黄色的液体 和一堆围满飞虫的垃圾 散发着作武的气味 而罪魁祸首沈金宝 正站在房门口 哈哈大笑 沈世贤坐在飘窗上 拍手称快 不愧是我儿子 但得漂亮 可算帮你老爸出气了 好 很好 非常好 我从工具柜里抽出一把铁锤 冰冷的金属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金宝看到我手中的铁锤 下着小脸煞白 转身就想躲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别乱来啊 沈世贤惊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充耳不闻 一把抓住金宝的胳膊 将它拖了回来 坏女人 放开我 放开我 金宝拼命挣扎着 却无济于事 我将它按在座椅上 然后捡起它的奥特曼玩具 不要 不要砸我的奥特曼 金宝摇着头大喊 我残忍地勾起嘴角 举起手中的铁锤 对准奥特曼的脑袋 猛地砸了下去 砰 鼻声脆响 奥特曼的脑袋瞬间碎成了渣 塑料碎片和零件飞溅的到处都是 啊 沈世贤怒吼道 死八婆 你疯了吗 那是金宝最喜欢的玩具 金宝 做错事就要受惩罚 刚在幼儿园挨过打 你就忘记了 看来教训不够深刻呀 我举起铁锤 准备砸向下一个目标 不要 不要砸我的玩具 金宝吹着鼻涕泡 祈求我能助手 我朝他笑了笑 手中的铁锤毫不留情地落下 砰 砰 砰 玩具汽车 变形金刚 恐龙模型 一件件玩具 在我的铁锤下变成了一堆堆垃圾 金宝的哭声越来越绝望 最后变成了滴滴的抽气 我停下手 冷冷地看着他 知道错了 知道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行 我在最后相信你一次 沈世贤揉着烧焦的头发 气得直抓狂 因为他已经骂我骂到雌穷了 哎 怎么办 我就是喜欢看他恨我恨得牙痒痒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爸 晚上 我抱着沈世贤的骨灰坛 赌灰私人 世贤 你在下面还好吗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今天骂了金宝 也打了金宝 你不会怪我吧 我对着骨灰坛 硬挤出几滴眼泪 瞧我说的什么话 你那么明辨是非的一个人 怎么会怪我呢 死贤人 我不只怪你 我还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 沈世贤的黑脸队 在我面前 面容扭曲而猙獰 我不动声色的微微侧身 正巧让他对上我身后的镜子 啊 鬼啊 沈世贤惊恐地望着镜中的自己 发出凄厉的嚎叫 我咬着下唇 强忍着大笑出声的冲动 哈哈 原来鬼也能照镜子啊 我将他的骨灰坛 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 便关上房门 沈世贤生前最爱干净 现在却被我困在这个臭气熏天的房间 踏不出半步 不用想都知道他会崩溃成什么样 两天后 我去医院接张翠花出院 张翠花偏瘫 口外掩斜 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阴姐 她是会中风的 我感觉世界都清静了 妈 您别担心 虽然家里没钱了 但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我假惺惺的说着 把张翠花推进了她的卧室 她歪着嘴 颤抖着手 指向她的床 您是困了 想睡觉吗 张翠花急得直摇头 继续指着床 喉吐龙 李发出呵呵的声音 您不会是说 床底下有东西吧 张翠花疯狂点头 我走上前 掀开床垫 里面空空如也 张翠花瞪大了眼睛 眼球里布满的血丝 哀哑了两声 晕死过去 我当然知道 她在找她的私房前 只不过啊 早进了我的口袋 这些天 我一直尽心尽力的扮演好儿媳 医生说要饮食清淡 我每天给张翠花一顿白粥 医生说要多晒太阳 我每天在正午时分 推她在阳台上暴晒两小时 为了她能早日康复 我还特地学了针灸 动不动就给她来上一阵 我这么孝顺 当然得让我那死鬼老公亲眼看见啊 沈世贤的骨灰残 就放在张翠花的轮椅下面 她叫我又端着一碗白粥过来 愤愤地瞪着我 咬牙切齿地道 白粥白粥又是白粥 你个黑心肝的毒妇 有钱点外卖 没钱给我妈做点好的事吧 毒妇 比起你妈来我还是差远了 想起园主在张翠花中风后 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端屎端药 喂饭擦身 从不抱怨一句 可是张翠花是怎么对她的 嫌弃她笨手笨脚 骂她丧门 甚至还故意把滚烫的汤丸 打翻在她身上 害她被烫伤 园主都默默忍受了 还傻乎乎地以为 只要自己对张翠花好 张翠花总有一天会原谅她 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呀 从来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我摇起一勺粥 放在张翠花嘴边 轻叹了口气 妈 家里实在没钱了 你将就吃点 等我找到了工作了 一定给你改善伙食 张翠花看着面前的白粥 又看了看我 将她那张老脸撇到另一边 妈 你是想把这碗粥留给金宝吗 你真是个好奶奶 我替金宝谢谢你 说完 我不顾爱阿叫的张翠花 转身就把周端回了厨房 倒进了垃圾桶 九 周末我难得睡一个懒觉 却被一阵又一阵的门铃声 吵得太阳穴秃秃直跳 谁呀 一大早的 我不耐烦地拉开门 门口站着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正是之前追债的那帮人 哟 总算舍得开门了 为首的花碧楠一脸吸血 眼神扫视着我凌乱的睡衣和头发 我故作害怕模样 房子正在拍卖 钱会自动打到你们账上的 少跟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赖房子的那点钱只够本金 利息还有两百万呢 花碧楠蛮横地推开我 带着几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屋 我被推了一个踉枪 摔倒在地 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花碧楠蹲下身打亮着我 看你还有几分姿色 不如卖身给你老公还债吧 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咳嗽着爬起身 从玄关挂着的帆布包里 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病历单 颤抖着地道光头男面前 嗨嗨 我肺癌晚期了 活不了多久了 但我知道我老公有个叫安娜的情人 是她的秘书 她自杀前公司账户有一笔很大的流水 我怀疑 几人一听 眼睛都亮了 望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我勾起了嘴角 十 每天折磨张翠花 我有点倦了 打算把她送回老家 给她亲妹照顾 她们年轻时候吃了她不少亏 还把她家庭捣散了 对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我打电话说每个月给她点钱 让她解活着就行 相信她一定能比我照顾得更好 金宝自从上次被我教训后 老实了不少 今天还主动帮我做饭 真是和尚上房顶 起了庙了 想着也是最后一餐了 我大发慈悲的给张翠花炖了过鸡汤 张翠花数月没碰昏星 狼吞虎咽般的狂炫三晚 沈世贤看着我 狠狠倒 终于有点良心了 张翠花一脸满足 刚打一个宝格 突然双眼翻白 口吐白沫 倒在了地上 妈 沈世贤惊呼一声 臭婆娘 你到底对我妈做什么 金宝听到动静 也跑了过来 妈妈 奶奶怎么了 金宝看见躺在地上的张翠花 吓得脸色苍白 我顾不上回答她 立刻拿起电话 拨打120 医院里 我站在手术室外 等待着医生的诊断结果 金宝坐在一旁 低头掐着手指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我看到医生走出来 连忙引了上去 请节哀 病人中毒太深 已经去了 中毒 怎么会中毒呢 我们从病人的呕吐物中 检测出了毒婴额高菌 毒婴额高菌 这种蘑菇物时候 轻则呕吐 腹泻 精神错乱 重则死亡 我猛的看向金宝 金宝 是不是你干的 金宝挖了一声大哭起来 呜呜 我不想毒死奶奶 我只是想让你拉肚子而已 我心中一阵恶寒 有些孩子是孩子 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恶魔 金宝被带回了警局 他一直哭着说 他不知道这种蘑菇吃多了会死人 警察把他狠狠教育了一番 但因为他年纪小 又是误伤 关了几天就放回来了 沈世贤从我和金宝的对话中得知 他的宝贝儿子 害死了他的亲妈 崩溃的跪在地上 嘶声大叫起 来 鲜红的毛子留下了两行血泪 我冷冷瞥了他一眼 开始收拾金宝的东西 衣服 玩具 书籍 所有的一切 都被我塞进了那个大大的行李箱 金宝站在房间门口 疑惑的看着我 小小的脸上写满了不安 妈妈 你在干嘛 我停下手 偏头指示着他 其实 你不是我的孩子 现在送你去你亲妈那 金宝愣住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是没听懂我的话 沈世贤突然飘到我跟前 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林妍 你什么时候知道金宝不是你的孩子的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当然不会回应他 背起骨灰坛 把金宝塞进车里 就朝着定位的地方开去 十一 我按照私家侦探发来的地址 敲响了出租屋生锈的铁门 门敲了半天才开 沈世贤一见到心心念念的初恋百月光 焦黑的面庞都变得柔和起来 安娜 我好想你呀 可你怎么会住在这种破地方 我在心里发了无数个白眼 太令人作呕了 你来干什么 安娜面庞憔悴 一双美目愿毒的盯着我 那些要债的是不是你引来的 看他这副落魄样 想逼那伙人是得逞了 我冷冷笑道 你和沈世贤背着我做出衣 怎么能怪我做十五呢 你应该感到庆幸 不然我现在就不是站在这跟你说话 而是去监狱探望你 安娜一叶 眼神闪烁 说吧 你来找我干什么 当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 现在物归原主了 我往旁边挪了一步 指了指身后金宝 安娜看见金宝的那一瞬 面色变得僵硬 声音不由发颤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当儿子金宝 我把他送回来了 我重复了一遍 语气平静 吵什么吵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一道粗绑的男生 就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随即一个魁梧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顺眼心松 满脸不耐烦 我当场愣住了 这身材 这五官 怎么跟金宝这么像 不只是我 连飘在空中的沈世贤也愣住了 当他看见金宝时 激动的一把抱起金宝 哈哈大笑起来 呀 金宝 我儿子来了 安娜忙扯着男人说 快把他放下来 我们哪有钱养孩子 长这么肥 把他送去搞吃播 绝对能挣钱 金 金宝他 不仅不是我的儿子 还不是沈世贤的儿子 难道我解锁了隐藏剧情吗 哈哈哈哈 穷瑶阿姨都不敢写出 这么狗血的剧情 我看着沈世贤 尖叫着飞扑过去 对着两人又扇又踹 啊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我要杀了你们 沈世贤 你能不能有点眼力紧 不要打扰人一家三口团聚 12 漆黑的夜里 我单手握着方向盘 一路飞驰 沈世贤飘坐在副驾驶上 盯着我看了两久 低下头突然开口道 林一言 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晚上显得格外突兀 你以为 一句对起就够了吗 我声音极淡 没有一丝温度 他瞳孔一震 过了好半天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 你能看见我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解开安全带 从后座上拿起他的骨灰弹 打开车门 走到路边的下水道旁 他红眸中闪烁着惊恐 你 你要干什么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骨灰弹 眼神冰冷 老的 小的都解决了 现在轮到你了 你什么意思 你早就知道 那鸡汤有问题 故意让我妈喝下的是吗 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贱人 害死我不够 还要害死我妈 我耸了耸肩 打开骨灰弹的盖子 你说是就是吧 反正这也是 我跟你的最后一面 不 不要 他心思底里的喊着 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林妍 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把我当个屁 放了吧 我没有理会他 手掌一番 将骨灰全部倒进了下水道 啊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声音逐渐消失在下水道深处 像他这样的人渣 就应该永远待在 又脏又臭的下水道 我随手把骨灰弹 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转身回到车上 突然觉得 身边的空气都清新了不少呢 我点开一首轻快的歌 重新发动引擎时 手机铃声响了 林女士 你好 我是负责调查 你女儿下落的私家侦探 我找到你女儿了 辛苦了 她在哪 定位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我看了眼定位 猛地掉转车头 园主的女儿 在一个偏远的小乡镇 我见到她时 她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干瘦如同枯枝 小脸有黑 一双乌战战的眼睛 却异常明亮 本应无庸无虑的年纪 她却站在路边 手里捧着一个脏兮兮的破碗 可怜巴巴地向路人乞讨 叔叔 行行好吧 给我一个包子吃吧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更让我心酸的是 她乞讨来的包子 竟然掰下了一大半 递给了身边一个更小的女孩 妹妹 快吃 看到这一幕 我感觉有什么又苦又闲的东西 划过嘴角 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她面前蹲下身 目光无比柔和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草 阿姨 你是谁呀 她歪着头 眼睛晶亮的看着我 宝贝 我是你妈妈 我来接你回家了 上户口时 我重新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林安好 愿光阴含笑 许你一世安好 全文完